他说明设有一道美物,如下如所示 这个题目好像是林考题目的样子 Q 我有看那个大考中心 这个立体五,他说只三次骰次就可以倒打比 你看他至少要至几次 他一定要通过这一点就通过这一点 所以至少两次 但是他要通过这两点的其中一点 所以至少要只三次 就他有可能是这个这个这个 有可能是这个这个这个 两种情况而已 所以只两次的话,他可能是PQ 当然就是AR A到B PQR 对吧,S A或是多少呢 P S R V 这是V V 然后他现在的话,他说 他说这个什么呢 这个他说 C 直的红点的话,向左 向左 那直的红点的基地是三分之一 这是往左 那三分之二的话是往右 是不是 好,那PQ PQR的话呢 这里的话 往P的话呢 他要往左 所以这是三支 到达Q 再往左三支 到达R以后再往左三支 是不是 那PQR的话 那PQR的话 在这里的话 他往右往三支 再往右往三支 再往右三支 再往右三支 所以呢 他呢 三次的 就是三次到达的 他一句的话 就是二十七分之一 加多少 二十七分之八 所以二十七分之九 你多少 三分之一 两句 好 那他说四次 那四次的话 他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他也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四次的 四次的 就是A P Q SR 再B 那也有可能多 也有可能是P SQ R V 对不对 好 那P的话 P的话 Q是往左 这是三支一 那Q的话 现在往右 这是三支二 那S的话 在 S再往R的话 这是往 S 的话 S往R的话 是往右 在这里 他从这里到这里 对不对 往右 然后再来 还是往右 一三支二 到了这里的话 这样对吗 P的话 我先往Q 往左 然后到了这里的话 Q的话 我要往S 那是往右 Q往S是往右 对不对 对不对 那S往R的话 是多少 Q 是往右 那到达R 要往V Q 这也是右 这是三支二 那这样的话 就有点 P Q S R P Q S 这是往左 这是往左 那到达Q以后的话 往右 没有 这是往左 但是你连朝这里的话 他往这边是往左 所以 S 要往R 走的话 是往左 S往R 走的话 是往左 是不是 是不是 对吧 你要看 他是这样走过去的 但他往这边走 是往左 是不是 好 好 好 按上别人用的 所以 所以这一题很难拉伸 你考虑不清楚的话 你考虑不清楚 那A到P P要往S的话 所以你 所以你见头的话 好 这是往左 往左 没有 这是往右 那过来的话 这边 这边 往右 那过来 那过来 那过来以后的话 他要往这边嘛 那变成呢 要往左 S到Q S到Q S到Q的话 就这样跑 这样往左 双Z 然后Q的话 Q的话 要到R 这是往右 往右 然后再来这里的话 再来就是 再来就是 要往V的话 就往左 是三分之一 双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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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